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浑身涂满白粉的人形生物 他把高树暗倒在地 对他吐出大量遇上沙土遇上黄水的东西 而镜头中捕捉到他的脸孔 忽然已变成枯骨 这个短片本身没有太大的极度空间 毕竟作为亲手缔造周圆故事的青水虫 最少野生的郡雄这种枯朔的设定 已经让人不知道该如何吐槽了 但高树玛利亚却因此和周圆结缘 成为了周圆宇宙的一员 一年后 周圆十周年纪念版 白宝夫和黑少女同步上映 青水虫挂名原案和监制 实际上的参与程度可以忽略不计 而制作人依然是依赖隆重 制作权则交回到最初头拍录像带版的中印手上 这两部纪念版和初代两部录像带版一样 是通过录像带截止发售 所以每部只有一个小时 两个故事互相联系 组成一个完整的篇章 并且我们熟悉的那种大斋 和走播家一子并没有出现在故事里 只有俊雄客传了少数场景 但演员也更换为了另外一位童星 也因此 这两部作品应当被制作 是继承了周年世俗风格的独立作品 同时 这两部作品遭到系列粉丝如潮的恶评 不过回过头再来看这两部作品 我们依然能看到其中展现出了 与新水虫时代一脉相承的剧情内核 自己家庭为单位的恐怖故事 同时 这两部录像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核 也比原本的《夫妻家暴》 有了更进一步的扩展 在精神气质上 延续和升级的原作的风骨 是周年迷不可错误的作品 不过由于十周年纪念版 维持了录像带版 鱼艳不祥的叙事风格 大部分人物的身份背景 都只通过支援片语和细节表演来呈现 同时两部电影的常见中文字幕翻译 都存在不少的问题 包括时代错误 以及一些日语感无法透过中文传递 导致大部分的观众都看得一头雾水 这里我将为大家按照时间顺序 完全梳理清楚整个十周年纪念版的故事 让大家彻底看懂这两部作品 十周年纪念版的故事 开始《鱼黑少年》的篇章 某个雨天 放学后 一位男孩发现同校的横天福记会 单立在教室里 也许是想着他可能没带伞 所以在避雨 男孩好奇地上前查看 但福记会的眼睛 死死盯着前方的空气 身体像是凝固了一般 突然 福记会露出惊恐的表情 拍打着窗户 然后倒了下去 男孩冲到窗前 只看到福记会正处于精确的状态 躺在地上狂躁地挣扎着 校方随后把他送往了医院 并通知了母亲横天季合子 这里扮演季合子的 正是此前的青水虫 一起在恐惧回反中 探望野生俊雄的高树玛丽亚 医生告诉季合子 女儿只是有一些贫血 至于狂躁挣扎的症状 则完全没有提及 回到家后 通过玄关上的脱鞋 福记会惊喜地发现 谁回家的父亲横天红 今天竟早早回家了 于是兴奋地冲向父亲 母亲季合子购买了大量食材 打算在家里给女儿制作营养餐 父亲却认为 应该让贫血的女儿 出去吃牛排或者烧肉 父亲俩意见不合 眼看着就要吵起来 福记会突然呆住 望着天花板发出尖细的叫声 那叫声随后变成可怖的喉音 然后福记会倒在地上 看着眼前的景象 横天红立刻上前查看女儿的情况 但福记会的手却已出奇地大力 紧拽住父亲的手腕 并告诉他 他将会用这只手杀死一个女人 即可子将女儿带去医院进行检查 好消息是 福记会的大脑功能并无异常 而坏消息是 医生认为福记会 可能是单传的精神问题 为了查明原因 医生对福记会展开了催眠治疗 试图探寻困扰他的精神问题的根源 一开始 福记会只是回到五岁时的海边 那时的父母尚未争吵不合 还能陪着福记会 享受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 然而渐渐地 横天夫妻因为生活和工作的种种原因不合 开始愈发频繁的争吵 父亲也变得渐渐不爱回家了 福记会多么怀念 父母还恩恩如出的时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突然的妄想 感情破裂的福记 即便用女儿这块胶带勉强黏合 也永远回不到当初的幸福时光了 紧接着 医生让福记会进入了胎儿时代 试图唤醒潜意识 然而福记会竟然又发出间隙的叫声 伴随着骇人的猴鹰在地上疯狂挣扎着 医生急忙扔开催眠道具 试图中断治疗 但睁开眼睛的福记会 也然换了个人 他眼中满是怨恨的邓着母亲 质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生下来 随后便陷入了昏睡 季合子这辈子只生过福记会一个孩子 但女儿所说的话 显示着 他还有一个未出生就妖娼的小孩 医生对福记会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CT显示 福记会的腹部有一个肿瘤 这是一种医学上非常罕见的现象 季合子当初怀的是双胞胎 然而在孕育期间 福记会的胚胎把另一个胎儿给吸收了 因此季合子和丈夫都不知道这另一个孩子的存在 这种现象 融合医学上两种罕见的疾病 一种是寄生胎 这种现象不同于连体人 通常是孪生双胞胎中较强的个体 为了争夺母体的营养 而将另一半吸收 而影片中提及的肿瘤 则更接近于寄胎瘤 寄胎瘤指的是长有人体组织 甚至毛发的奇特肿瘤 它的成因学界尚无定乱 但可以确定 这种疾病和双胞胎并不必然联系 不同于对另一个孩子一无所知的父母 福气会自打气势起 便能听到体内另一个双胞胎少女的声音 年幼时缺乏玩伴的福气会 把这个少女当作自己最亲密的好友 常常与之对话玩耍 未出生的孩子没有名字 于是福气会便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他 也将他称作福气会 福气会无需开口 便能在内心深处和另一个他对话 因此 即便是独自一人时 他也不会感到寂寞 只是随着年岁渐长 深入小学后 福气会开始接触到的真诚的朋友 并不再满足于和另一个自己对话 两人之间的交流逐渐减少 最终 福气会把他当作是自己年幼时的幻想 彻底封存在了记忆深处 独得父母的恩宠 在校园里结交了不少的玩伴 享受着生命的快乐美好 这种幸福是过于刺眼的阳光 声声刺痛了 那个还未降生于世 变如冬雪般化作试水的女孩 进了自身处无法自艺的怨毒 他好恨每一个活着的存在 恨创造的自己 去不知少自己存在的父母 恨抛弃自己的福气会 更平等地憎恨 每一个拥有生存权的个体 于是在片头那个阴语绵绵地放学后 黑少女觉醒地过来 开始以福气会为起点 展开无理由 无差别的疯狂报复 第一个遭到不幸的是腾景领来 腾景是福气会父亲 恒天红的公司志愿 他外表端立 且一直单身 竟然筹谋着离婚的恒天红 还没等一切尘埃落定 就已经把他视作是利物 想让他成为自己的下一任女友 某天晚上 恒天红叫了一辆taxi 以送林乃回家为由 详细与他搭上同一辆地势 眼尖而有八卦的四季 全程露出赤刀大卦的表情 透过后视镜看着后座的好戏 此时 一辆消防车从对象车到食货 恒天红假意查看窗外的情况 全身体贴向林乃 售表上司骚扰了林乃 要去提前下车 恒天红睁大眼睛 一脸无辜地对林乃说 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要不他也一起下车陪林乃喝一杯 林乃极力推脱社长邀愈 甚至在下车后 还把一半的车费交到了恒天红手中 恒天一一不舍地握住他的手 只好作罢 看着远去的出租车 林乃狠狠地咒骂着 他最该地方的 就是社长这种油腻的男人 走在漆黑的小巷里 林乃始终觉得有什么人尾随着他 他转过身 看着空无一人的黑暗 害怕地大叫着 让社长不要再尾随他了 但回敬他的 只有另一人不安的寂静 随着一阵风袭来 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 爬上了他的背脊 林乃转身 手机跌落在地 就在弯腰检视手机时 他终于看清了黑暗中 一直尾随着他的 不是社长 而是一个浑身漆黑的少女 那晚过后 林乃便再也没有来公司上班了 察觉到一样的恒天红 按照人士当然上显示的地址 找到了林乃家 在到达林乃家门前时 一个戴着毛线帽子的风店男人 难住了他 问他有没有见过自家的小黑猫小马 恒天感到莫名其妙 回了句没有后 男人白了他一眼走开了 这个男人实际上 是在帮左伯迅雄 寻找他的黑猫小马 林乃家无人隐瞒 恒天本打算把名片塞进门缝里 却发现门根本没有锁 开门的一瞬间 恒天被吓得胡去一阵 裹在被单里的林乃 直勾勾地盯着家门口 仿佛早已等候多时 他一言不发 将恒天推倒在壁上 然后骑了上去 看着眼前穿着雷丝睡衣的女人 恒天误以为 林乃要和他发生些什么 但林乃的双手 却以出奇的大力 四四掐住了他的脖子 任凭他怎么挣扎 那松河又充满憎悟的表情 没有意思改变 林乃抓住他挣扎的手 说出了一句 令他含毛倒数的话 你这只手将会杀掉一个女人 这正是几天前 福气会对他说过的那句话 恒天红从轰红去中醒来时 发现自己依然还躺在地上 奇怪的是 藤井迎来此刻任务在被子里 无声无息地安眠着 恒天欣赏着 不要招惹了这个单脚纳时的女人 捏手捏脚的准备离开 却发现自己的皮带不见了 他回头一看 自己的皮带镇压在藤井的被子下方 来不及细想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急忙伸手试图抽出皮带 随之右手用力 藤井的头被那根皮带拖拽着 一起打纳了下来 此刻的他命如死灰 那根皮带不知何时 死死缠住了他的脖子 难道是自己在失去记忆期间杀死了这个女人 恒天看着自己的手 想起了伏击会和灵奶说过的话 莫说那是对未来的预言 而此刻他唯一的念头 便是要彻底掩盖这起意外 毕竟眼前的状况 已经很难被解释为震荡防卫了 当天夜里 恒天红将灵奶的尸体裹在白布里 用越野车送去了郊外 他用了一整晚时间挖了一个大坑 再用土石和落叶 将灵奶彻底掩埋在了里面 就在准备离开时 恒天红的余光注意到 刚才被自己亲手 一场又一场土田平的土坑 竟然又大敞开 他站着惊心地靠近土坑 发现灵奶一安安静地躺在围灭 心想着灵奶是不是还没死掉 恒天红立刻拆开果实簿 查看灵奶的脸 然而眼前的女人 就如白天跟落他家时那样 死死盯着恒天 河头发出诡异的声音 那一夜后 恒天红便彻底从人间蒸发了 出入后 在医生诊断出伏击会体内的寄生流后 继合子找到了自己断交易修的妹妹 灵媒是真丽子 继合子和真丽子是亲姐妹 真丽子自由便拥有强烈的灵力 似乎具有与死者沟通的能力 自由出落了美丽动人的真丽子 却因为灵能力的问题变得非常孤僻 甚至在16岁时 不顾父母的劝阻 离家到山中修行 父母多年不见女儿 私女传奇 先后留下继合子 撒手人寰 也因此 真丽子看到姐姐主动找上门 很是意外 关于真丽子非常有趣的是 她的身份设定 有不少地方与伍夜雄灵原作中的真子 以及真子的母亲至今子的重叠 因为至今子和真子 生前就拥有预知 心灵念血等能力 小说中提及 真丽子幼时随家人旅行时 在一斗半岛入住旅馆时 赶到屋内有被男杀害的女人的强烈怨念 而伍夜雄灵中 至今子便是在一斗半岛爬的一斗大岛 依靠一小小的石像 获得了超能力 而内间被冤念缠绕的旅馆 则有点像是伍夜雄灵 最早发现录像带的私人 入住了南乡根的旅馆 接近旅馆是真子被杀投入井中后 在井的上方搭建起的旅馆 不知道大石柜是不是刻意设置的这个彩蛋 回到剧情中来 真丽子于山中修行达成正国后 某天下身回到了东京 与一位叫易志的男人相爱成家 又有一子 看上去就是个美满富足的普通家庭祝福 季和子判定是夭折的胎儿的怨念作祟 希望能让妹妹出马拯救女儿 真丽子原本犹豫着是否要帮忙 在同位父母的同理性的趋势下 她答应了帮助姐姐 作为专业的灵媒师 真丽子从不坐电梯 到达医院后 便一直被一股强大的灵压袭击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而随后离开伏击会病房的护士玉子 更让她感到极度的不安 她明白 长而着伏击会的 是一股极端强大而又执着的怨灵 现在的她两手空空 无法与之抗憨 于是不顾七盒子的吉利挽留 她提出要三天后才回到医院 三天后的清晨 真丽子前程的沐浴栽解 在家中贴满了驱邪的符咒 在最后看了一眼熟睡中的丈夫和儿子后 前往医院举行了处林仪式 仪式开始后 真丽子切断了房间所有的光源 只在伏击会的床头点了一只蜡烛 然后用力感应着邪碎的力量 并缓缓念动驱魔咒语 伏击会痛苦地呻吟着 照声愈发惨烈痛苦 在生长着寄生胎的腹部 一个硕大无比的人头浮现出来 发出害人的喉音 真丽子找准时机 将驱魔针刺向人脸的额头处 照声瞬间消失 驱魔仪式顺利结束 真丽子告诉姐姐 女儿体内确实有另一个灵魂的存在 今后 他们要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潜心祈祷 而姐妹俩也彻底重归于好 一开始 真丽子对姐姐说了一句下次见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 下次再见 便是阴阳两隔 一日清晨 天还未亮 真丽子便在强烈的危险预感中被惊醒 电话响起 听头那头传来一个陌生同志的声音 告诉真丽子 自己马上就要来了 真丽子急忙寻置大雾正门 透过猫眼看到了一个 本不该出现在此的人 身着病服独自一人的伏击会 真丽子步步后退 却发现自己身后 出现了浑身纯白的伏击会的灵体 紧接着 那个控制着伏击会身体的存在 大力推开门闯了进来 真丽子瞬间明白 他被骗了 那次驱魔中 被驱除出身体的不是黑少女 而是伏击会 而此刻 他的身体已经被月灵彻底占据 面无表情的伏击会 看着黑少女一群击穿真丽子的腹部 然后走上二楼 杀害了真丽子与丈夫的儿子 不仅是真丽子一家 就远悉心照顾着伏击会的护士玉子 甚至玉子的邻居也遭到了作祟 玉子是个亲和力极强 正称负责的护士 伏击会入院后 他便负责担任伏击会的护士 伏击会非常喜欢玉子 还会把自己裹成传当鬼的样子来捉弄玉子 不过 伏击会看似开朗的外表下 隐藏着阴玉的内心 他竟然告诉玉子 他已经知道自己就快死掉了 对此 玉子和主治医师 都只当是小朋友的胡思乱想 接天下班时 玉子路过伏击会的病房 听到里面传来了一声诡异的喉音 于是进入病房查看 此时 小女孩正安然熟睡着 玉子刚要离开 那恐怖的声音再次从背后袭来 他急忙掀开棉被 只见伏击会的腹部 赫然印出一张恐怖的人脸 玉子急忙叫来护士证查看 比所大人的 伏击会的腹部又恢复了平坦的状态 身边的人都认为 玉子只是太累了 没有当回事 玉子心神不明地回到家中 途中遇到新人居彻也主动打招呼 也无心交谈 他满脑子想着白天看到的恐怖景象 当天夜里 玉子在睡梦中像被一股其恶的恋恋引出 即便隔壁墙壁 故事传来猛烈撞击的声音 他也一直在昏昏沉沉中发出声音音声 一年多日睡眠不佳 一向开冷的玉子 逐渐变得精神萎靡不正 他试图向护士长申请更换病房 但考虑到伏击会如此依赖玉子 护士长只给他打了打气 希望他继续留下 玉子前去查房时 发现伏击会的床上又出现了那个床单轨 然而伏击会此刻正躺在床上 那么眼前浓起了这一块 到底是什么 玉子惊吓中跌坐在地 那床单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床下 发出诡异的喉音 像阔语般朝着他缓慢爬来 电影中没有交代这段剧情的后续 唯一确定的是 那个床单里的鬼魂的作祟 应该是在中途中止了 玉子得意暂时生还 但整个人因为受到极度惊吓 又得不到帮助 变得像行尸走肉般 玉子的邻居彻也注意到他的变化 早些时日 贸心地回上一句 但近来 玉子却对他变成彻底脂弱弯弯 神情也变得疲惫呆滞 这也在便利店打工 上班时间和玉子刚好完全错开 第一次见到玉子时 他就被他精致可爱的五官所吸引 幻想着这样可爱的女孩 能成为自己的恋人 但玉子愈发冷淡的态度 让他不禁怀疑起自己是否是被讨厌了 1月底的某天 这玉子一家三口的尸体被发现后 松刚家的大宅被警方彻底封锁 彻也路过这座凶宅时 兴奋地和朋友交换着八卦信息 当天晚上 最终的彻也被一阵撞击墙壁的巨像惊醒后 竟听到隔壁传来玉子的声音声 彻也误以为是玉子正在和男友进行爱的练习曲 却没有想到 那是玉子在入门中发出的痛苦声音 不过 被撞墙的声音变得愈发响亮 甚至正在房间里的柜子和物件都开始移动 彻也被彻底吓到 难道隔壁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由于实在是感到害怕 顺便看看隔壁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 好友是一对情侣 和彻也一样约爱八卦 其中女方更调侃地说 最近发生的一家三口灭门案 说不定张兄就是隔壁的玉子 彻也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转身就准备去上班 刚走到楼梯口 便看到下班归来的玉子 如果玉子现在才下班归来 那么晚上隔壁传来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谁在一场之隔的另一边拼命撞击着长臂 并发出那蓝影描述的声音 怀揣着好奇心 彻也透过墙角看向玉子 发现她进门后并没有锁门 于是彻也立刻跟了上去 想要一探究竟 此刻 玉子带立在厨房一动不动 彻也关心的问玉子还好吗 玉子转身 竟看见黑少女不知何时 泼伏在彻也的脚边 她抓住彻也的双腿 将她拖进了房间里 也就在同一时间 隔壁的好友二人正欲轻饿 女方察觉到了隔壁的异想 于是将头贴向墙壁 只听到隔壁传来骇人的装机声 此刻 黑少女正大力拽住彻也的头 不断撞向墙壁 她终于明白 困扰自己多日的夜间的异想 并不是梦里的幻觉 而是发生在未来的双兆 彻也渐渐停止了挣扎 随后 黑少女的手伸向了玉子 将她彻底带离了这个世界 郑里子一扎灭门后 丈夫横天红和看护的护士玉子 也相继失踪 看着夫妻会纯白的灵魂站在床头 不舍地将手 探向原本属于她的居合 季合子虽然明白 除灵并未成功 但依然如行尸走肉般 重复着照顾瘫痪在床的女儿 直到某天 季合子在阳台晾晒衣物时 郑里子的身影 突然浮现在了悲疼后 对她轻轻地道了一声 对不起 季合子明白 自己不能再这么昏昏恶恶恶下去 她必须彻底终结黑少女的复仇 于是她抱着夫妻会的身体 从天台一跃而下 在生命最后的瞬间 季合子洁进群里睁开双眼 看到了黑少女的灵体 正在一盘命无表情地注视着她 她明白自己是彻底失败了 那份怨念 是不会随着肉体凡胎的死亡 而轻易消失的 东京的街头 戴着毛线帽的疯男人 依然执着地为俊雄 寻找着黑猫小马的踪迹 智行依然游走在东京的街头 她路过的一处路段上 留有一些诡异的血迹 在那以后 她仍将把复仇持续进行下去 永无缺期 人类是擅长遗忘的动物 无论发生过多少惨剧 他们都无法从中轻易吸血到教训 进而周而复始地酿成新的惨剧 约莫一年半后 宋港家的中宅 被房产中介成功挂牌出售 给了一户新的冤大头 姬布家 姬布家四世同堂 看上去是个非常和乐美满的家庭 但家中的每一个人 都有各自的问题 最年长的三祖母 姬布春已经超过80岁 因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姬布春成了失智老人 连身边的人都记不得 家主剑泰郎如今已经快到退休年龄 却迎娶了一个小自喜 17岁的美丽娇妻 美凡 两个乡十月三年 剑泰郎在一家公司任高职 收入优渥 看上去是个非常靠谱的男人 只是2001年后 日本经济再度进入不景气 剑泰郎作为公司中层的收入 又收到波及 原本美凡嫁给他 确实是涂塌年龄大 因为只要婆婆和丈夫过世 他并能夺得积不佳的财产 实现财富自由 然而半年前 带上自己11岁的女儿未来 搬回了家中 再加上家中 还有一个一直未能通过司法考试 在家当肯脑族的大儿子 原本的居住空间 已经变得无法容忍 姬泰郎必须尽快找到 一栋经济核算又宽敞的大屋 和所有日本鬼片的房产中介一样 父子接待剑泰郎一家的中介 也隐瞒了大屋的黑历史 唯有大儿子度 在看房当天感受到屋子里 弥漫着异样的气息 后妈美凡查看到厨房时 看到被柔成一团 扔在角落里的 整理子一家三口的合照 却只是当普通垃圾扔进了垃圾桶 把后船子在浴室里开玩笑说 这栋房子这么便宜 该不会是发生过凶案吧 美凡信以为真 露出惊恐的表情 随后并被船子挖苦了一段 没有幽默感 基布一家 回去上几年又添置了曾孙与未来 其余每个人生活之间都心寸基地 而这栋看似漂亮开场的洋房 也只会给他们今后的人生 带去无尽的悲剧 松广家的装修是现代简约风 然而大儿子度 在入住当天便察觉到 在走廊镜头阴暗的角落里 有一间与周围风格格格不入的河室 在四处查看房间时 躲得余光瞥见 河室内似乎有人因走过 他推开门走进去 只见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唯独突兀地摆着一面穿衣镜 上面罩着一块古旧的花布 躲着那块花布缓缓摘下 金中人明明与自己 从外观到表情上都毫无差异 但就是有一股神奇的魔力 吸引着他将手伸向镜面 刹时间 独仿佛看到金中人的手 跨过了影视界的境界线 猛烈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转眼间 刚才的一切又像从未发生过似的 唯有手臂上残留的强烈触感 似乎证明着刚才金中人 真的拽住了他的手 万生林未来出现在门外 关心熊昂舅舅为什么再发呆 独一言不发 像木偶般离开了河市 二人都没有察觉到 空无一人的河市里 这穿衣镜中 依然残留着独的哀怨的身影 未来和独一相关系非常亲密 虽然剑太郎心里 一直对这个不成奇的儿子 恨铁不成钢 但独和未来却关系非常融洽 然而那天以后 独就像变得个人似的 开始对年轻11岁的未来 做出了一些欲举的举动 某日未来沐浴结束后 发现自己的贴身衣物 被堵拿走进行伪计 不敢取回衣物的未来 因此少量感冒 向学校申请了请假 未来要好的朋友小倩 放学后经过未来家时 被未来主动招待至家里 未来掏出小倩 赠与她的小熊挂件 她一直把这个小熊 视作是护身符 未来说 自己的感冒很快变痊愈了 这时 曾祖母春走进来 孙已经80岁了 春女士却穿得像个幼儿园的孩子 怀中还抱着赌的难求 欢迎阿尔兹海默正的她 不仅无法认出家人 还对小倩露出极不友善的表情 读懂空气的小倩 提出要先回家了 未来却极力挽留她 并告诉她一个恐怖的事实 自己被舅舅违系了 一切都开始与吉普家 搬到这栋房子后 舅舅就像变得个人私的 大人能外出时 她很害怕和舅舅一起留在家里 吉普家的氛围非常畸形 未来的母亲春子和舅舅堵都无业 蠢子整日光顾着玩乐 与未来的爸爸离业后 便当起了肯闹足 如整日闷在房间里备战法考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的她 给家人添了不少麻烦 季奶奶每番只比蠢子大11岁 她对这一家人经营出来的友善 实际上都是为了 等着金太能死后多大的家产 也因此 蠢子对这个与自己年龄上相差无几的后妈 完全没有好脸色 现下唯一对未来好的 只有曾祖母 但老年失智的她 也需要家人照顾 根本无法倾听 因此 未来在这个家里 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靠和倾诉的人 只能把心事说给同龄的好友求助 而所谓的感冒 也是败救救所赐 华康说到一半 赌幽幽的飘境可听 最近 只要找到任何理由 她都会狠狠地惩罚未来 譬如偷偷拿走篮球之类的 未来急忙争辩说 篮球是奶奶拿过来的 赌恶狠狠地盯着小倩 大力抓住她的手 将她拉扯起来 一瞬间 一股电流传遍小倩的身体 她感受到了 兮兮在毒体内 浓得划不开的怨念 她转头警告未来 这栋房子并不干净 还没等小倩解释清楚 堵不由分说地将她扔了出去 站在门外 看着二楼求助的未来 小倩无助地流着眼泪淘开了 二楼房间里 独以帮小倩温惜功课为由 开始猥亵她 小倩拽着手中的小熊玩偶 祈祷着上舱保佑 果然 上天前来了天使 堵的奶奶穿 带着不合身的假发 走向了堵 将她的手按压在自己的身体上 并露出享受的表情 邀请堵将发泄的对象转为自己 堵硬要地推开她夺门二逃 未来也因此逃过一劫 而此时客厅里 你的小可爱巨星突然出现 她把未来软体小狗当作是真狗 一边学生冒娇 一边和小狗玩耍着 数月后 堵得司法考试成绩下巴了 评级是最差的F 堵在家中连续奋战的这么久 看上去是用尽了心力 剑太郎只能认为 儿子可能是天生愚钝 绝不知道他戴着耳机去洗手 脑袋里想的 都是不该想的东西 第二天就是平安夜了 美凡订购了圣诞节的家庭装蛋糕 并试图把话题 转移到节日上 难缓和气氛 剑太郎却话风一转 怪罪40岁的美凡 没有照顾好29岁的堵 没有尽到母亲应尽的责任 美凡心不甘情不愿地说了声抱歉 一盘的蠢子 突然转身冷不丁说了句 请不要说抱歉 下一秒 蠢子狠狠地补上了一刀 毕竟 你不是他的亲妈 于毕 蠢子咯咯地笑了起来 美凡窝了一肚子祸 反问蠢子有什么好笑的 这个过程中 剑太郎在一盘一眼不发 能眼旁观着家恩的内斗 眼看着战争就要爆发 蠢突然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 走了进来 把篮球塞给了美凡 美凡尴尬地推开婆婆 憋到嘴边的吵架的话 也都生生叶了下去 剑太郎嘴里说着 赌会变成家里又一个啃老族 蠢子听出 他是在积极讽刺自己 于是呛了回去 剑太郎又指责 蠢子才16岁 就怀上了未来 然后离家出走的事情 二楼上 未来听着一楼自己习以为常的争吵 继续是作业 而法考失败的赌 又开始再次下海威战 磁大里突然传来自己的声音 惊得他立刻站了起来 因为磁大里露入的声音 赫然是他委期未来的证据 堵低沉的声音 说着自己马上要去了 把未来颤抖畏惧的声音 让他快点闻事 他依然能听到 未来用扭曲的声音 呼唤着他快点过来 看着窗户与自己的阴影 已然入魔的堵 下定了决心 要掩盖一具尸体 唯有制造一座尸山 二十九岁依然一世无成的他 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 又沾染了一生的罪灭 他已经想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 而几乎杀的人 都将成为他的陪葬品 堵拎着半球棍 走进剑太郎的房间 快狠准地对着他的脑门致命 剑太郎惊醒过来 随后猛地颤抖着身体 死在了床上 接下来 杜拿着麻绳 走进了奶奶居住的河室 此刻 春正对着镜子书画打扮 朵将麻绳套上他的脖子 勒死他时 他几乎没有挣扎 便离开了人世 春子听到河室里的动静 完全不打算上前查看 因为此刻美凡正在厨房 而厨房离河室更近 于是他使唤美凡前去查看 正在抽烟休息的美凡 则借口说自己正忙 待会再去 就这样 两人都错过了 发现凶案逃出生天的最后机会 杀死奶奶后 独走进厨房 美凡想是丈夫刚才说过的话 于是摆出关切的姿态 询问他是否要宵夜 就在查看冰箱里的食材时 独拿着菜刀刺热了美凡的身体 骨方中发出气聚坠地的声音 春子听到厨房里的声音 只是问了一声 没有得到回应后 又继续转头看综艺节目 这时独走到她的面前 一把拽住她的头发 猛地砸在茶几上 先是从皮箱里吞涌而出 痛得传子娃娃大叫 独走后拽着妹妹的头发 纯子可曾想过 几个月前 她坐在这浴缸前开过的玩笑 现在却真的熠练在了自己的身上 二楼的未来 已经注意到了楼下的动静 她左上房门 色索在角落里 手中握着小专护符 祈祷着上天保佑 然而上天这次并未俊顾她 卢用蛮力推开了房门 把卫娃按在床上 然后掏出长刀 将卫娃的头活活切了下来 在团灭击步加后 卢将卫娃的头颅装在袋子里 叫一辆出租车前往野外 搭乘她的死机 正是小倩的父亲白木一 白木一也曾搭载过 黑少女的父亲横天红 一起下属腾紧明奶 连续两次与胸案擦肩而过 她没有料想到 刺激即将迎来死机了 还吸引笑脸的 和柯恩攀谈着圣诞节的话题 把此刻 装了头颅在袋子里 粘稠的胜出叶 沾满了后座 抵达目的地后 卢找到了一棵结实的树 上吊自杀 临死前 她对着眼前未来的袋子说 我就要去了 现在马上就去你那边 把未来的头颅张开口 催促使她快点过来 看着未来苍白的脸孔 卢反复年来却对不起 这是她对最亲爱的外甥女 做出这一切的 究竟是魔鬼的作弄 还是内心形念的爆发 就连她自己也分不清楚了 而一旁的达鲁基 将两人的对话录了下来 赌踢开人字踢 要死在了树上 在她失去生命的瞬间 达鲁基停止了录音 未来的头发 如无穷无尽的怨念 从口袋中涌了出来 一部赌之所以对未来下毒手 一方面自然是原刺 鬼魂的作祟 于小倩明显有感觉到 她身上的怨念 同时 赌在12月23日 杀人时听到的磁带里 自己和未来的对话 其实是她自杀时的录音 所以也有一种解释认为 赌是通过磁带 看到了自己必死的命运 而此后她杀死全家 不过是在实现既定事下 阿菲认为自己的猥亵 被人发掘了 关于这盘磁带的传音 从最后的画面来看 似乎是未来的怨念 控制达陆基录下的录音 但如果将未来 彻底定调成磁带的制造者 那么将磁带传送到过去的 就只能是黑少女的怨念 毕竟 未来如果自己把自己坑死了 这种大聪明行为 会导致她对世纪的怨恨 显得非常可笑 因此 我轻声语认为 整个基布家的惨案 都是在黑少女的怨念引导下产生的 证据之一 就是甄丽兹死的那一夜 接到了黑少女的电话 就在堵着坐上 白木衣的出租车时 一个身穿圣的老人衣装的外卖小哥 骑士车从他们面前经过 此人正是下一个冤大头文哉 还记得美饭前一晚 订购了家庭装的圣诞大餐吗 文哉现在就是来送货的 不过抵达基布家后 理所当然的不会有任何人隐瞒 文哉刚准备离开 身后的大门竟自主打开了 文哉端着餐点走了上去 请求主人亲收 然而屋内死记得奇怪 唯一与文哉互动的 只有空中的苍蝇 奇怪的是 像是网络延迟一般 本应该死掉的美饭 过了很久 才走了出来 回复了文哉 告诉他自己现在正忙 待会儿就去 文哉只好原地等待 只是说是忙 但那位女人在厨房里 并未发出任何声音 文哉试图再次催促 美饭再次走出来 重复了刚才的话语 这时文哉注意到 每次美饭说完话 都会向一旁的房间望去 文哉只好继续等待 突然间 美饭在自己没有呼唤的情况下 再次走了出来 在退回到房间后 一阵碗叠落的声音传来 文哉关界的询问美饭 是否还好 但这次 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他放下蛋糕上前查看 奇怪的是 冰箱门开着 厨房里却空无一人 这时 一旁的浴室里传来水声 文哉进入浴室 将水龙头关上后 透过镜子 注意到身后的浴帘后 有个人影 他剥开浴帘 看到了一副极诡异的景象 浴缸靠近水龙头的一半 以及一旁的沐浴炉 还有挂在墙上的塑料盒子 都被烧得焦黑 屏中不禁咯噔一跳 此时 西部未来的身影 从门外走过 文哉急忙上前查看 转着鬼影 他走上了二楼 在未来的房间里 看到了他已经没有头颅的遗体 文哉跌跌撞撞地逃到了一楼 倒在地上 这时 美凡诡异地再次出现 重复着刚才的话译 文哉走进厨房 刚才还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美凡的背上插着一把水果刀 倒在血泊中 文哉亮亮强强地退出来 转过身时 已经化作白老夫的春 突然出现在了眼睛 红目中发出恐怖的喉音 当天晚上 文哉的女友千岁 前去警局把他接回了家 文哉坐在等候处 口中喃喃重复着 所此前说过的那番话 他的精神已经被鸡不毒所侵蚀 直到警官上来询问时 才回过神爱 回到家后 男友一直闷闷不乐 千岁送上了 自己提前准备的圣诞礼物和蛋糕 在女友的关怀下 他不安的内心稍微回复了一些 然而看着些像蛋糕的刀子 脑海中又闪过了白天 看到的美凡和未来的尸体 文哉应急反应发作 冲进浴室里吐了起来 千岁不顾男友还未漱口 恋爱地吻了上去 两望情地抱在一起 文哉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仔细一看 怀中的千岁 不知何时变成了白老夫 他牵叫着推开春 一步步爬到山发旁 白老夫的声音又瞬间消失不见 紧接着 一颗篮球滚了出来 那是白天他见过鬼魂手中抱着的篮球 一双苍白枯搞的手 让篮球抓了回去 然后 白老夫冲着他快速移动而来 文哉抓起一盘的刀 冲着眼前的鬼魂狠狠刺去 转眼间 鬼魂的踪影消失不见 眼前分明是女友千岁 把水果刀生生刺入了她的喉咙 千岁粗恶地看着男友 抓着刀的双手不知如何是好 而文哉彻底食乐之 将千岁按倒在沙发上 如鸡不睹杀害未来那样 将千岁活活刺死 12月25日 白沐一送女儿前去学校 下车险 小千发现座位上 不知何时粘附着一些恶心的液体 白沐一急忙掏出手帕为他擦拭 并猜想 这可能是昨天的乘客留下的 小千离去后 白沐一在经理后座时 接到了公司同事的联络 对方表示警察 关于昨天的乘客要询问他 透过汽车后视镜 白沐一恍惚看见了 昨天那个乘客出现在了后座 再一转头 那男人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接送小千和清理黏液时 明明都没有包裹的 白沐一挂断通讯后来到后座 战战兢兢地打开了包裹 窗战里面的 赫然是惨白无血色的 基布未来的头颅 对着他睁开眼睛 然后从身后的虚空中 伸出了一双小手 将白沐一彻底带离了这个世界 七年后 一位叫川端的警官 入折了曾经负责 基布加密门采案的天招警署 某日 川端在整理资料档案时 突然听到有什么东西 凭空坠落在地上 船头一看 那是一盘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磁带 只是他实习磁带后 那胶卷竟在没有接入仪器的情况下 物质转动起来 川端先是虎须一阵 把磁带摔在地上 但随后 变上是被夺魂一般 把磁带塞进了录音机里 如不时前被安川进入档案室时 听到磁带里播放的堵的人终一言 并及时将其摧毁 川端可能已经命散黄泉 安川告诉这位年轻的后辈 七年前案发时 有一位叫征币的警员 在听过这卷录音带后 于家中预示上吊了自杀 最让了毛骨悚然的 是那卷录音带中 陆落的少女的声音 根据现场的足迹判断 并没有任何人 接近过吉普组上吊自杀的现场 由于当天并没有降血覆盖足音 这磁带已陆落的吉普未来的声音 让安川感到极足不响 于是他将这磁带抛弃在了深山中 也就是说 这磁带是凭空自己出现在的档案室内 安川走后 好奇心驱使下 川端翻开了吉普加裁案被乘封的档案 之中记载了吉普加凶一只裁案 让他仿佛生至现场 只感到背脊发凉 这时 又有一声物体坠落的声音传来 不过这次不是在他背后的地上 而是在面前 川端一开档案 发现那卷已经被踩坏的磁带 又凭空出现了 在没有接入遗弃的情况下 磁带咕噜噜地转着 从中传来了吉普未来 哀怨的声音 引诱着他 赶紧去往了黄春世界 父亲百目一失踪后 小千与母亲相依为命 并逐渐出落成了一位 亭亭玉丽的美少女 2009年12月 圣诞节临近 父亲消失七周年的节点 也在逐渐靠近 小千独自在美术室里 进行着素描练习 自由变有灵感的他 总觉得教室里的同学问他 雕塑和绘画作品 散发着不可名状的恐怖 这时 同学集装真功和金元尤佳找到小千 邀请他进行情形游戏 刘家从小千出得知 他拥有通能力后 便大嘴巴地传给了真功 性格温柔善良的小千 没有怪罪他们 不过由于集装占卜时 召唤的专师马子骏 这种尚在人世的知名一人 占卜仪式自然是不会有半点效果 金元尤佳提出 必须要召唤一死之人 不知好歹的集装 竟提出让小千召唤他的父亲 金元尴尬的打圆场说 小千的父亲只是失踪 死亡并未得到确认 但小千早已在心里 默认了父亲的死 奇怪的是 此时前仙竞争地动了起来 不知是谁被召唤成功了 前臂在五十英图上 拼出了一个罗马鹰 你来以 未来 中文反映过来 未来可能说的是自己的学业 也有可能是人民 这时小千突然注意到 暗在钱币上的手指 多出了一根 西部未来的灵魂 此刻正站在桌子的一方 他惊慌地丢开钱币 收好行囊夺路而逃 事后 由家给小千拨通了电话 但对方似乎生闷气 一直没有接起电话 途中 吉川想起自己有东西往那 便折返回教室 在等待好友的途中 金月尤家进入女厕 整理一容 一位小学女生 突然低着头 悠悠地走进了女厕所 最后的隔间 尤家打开隔间门的瞬间 惊呆了 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小学女生 那么刚才看到的 到底是什么了 就在和尚隔板门的瞬间 不知何时出现在厕所里的春 抱着篮球扑向了他 金月尤家的死 被剧情明确表现了出来 但击穿真宫的结局 某个电影还是小说 并没有给出任何交代 不过我们可以确认 进行了前线游戏 招来了邪祟 白老夫自然也不会放过他 至日白幕见 吉布未来从未想过要报复他 证据便是七年了 小倩一直安然无恙地 长大成了心智健全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代替死去的未来 度过了他无缘经历的 灿难美好的青春岁月 离开学校后 小倩无意间路过了吉布家旧宅 他似乎还能看到 当年的小倩开朗地笑着 招呼他到家里玩 如果当年他没有 因为对凶杀的位局而彻底逃避 小倩一家的悲剧 或许是可以完全回避的 尽管该对这件事真正负责的 并不是当初还未满12岁的小倩 但他在内心深处 确信着自己的罪责 并永远地定念着 一生停留在11岁的智能脸庞 回到家中后 母亲因为工作还未归来 小倩独自在父亲的神开面前 进行着祭拜仪式 这时 小倩听到开门的声音 本以为是母亲归来了 但黑漆漆的大门并未开启 突然间 一声熟悉的声音传来 那是一个极度轻流虚弱的声音 在呼唤着小倩的名字 小倩看着角落里的未来 不断重复着志倩的话语 不知何时 角落里的接过未来 已经不见了踪影 唯有一只小熊护腹 静静地躺在地上 小倩实习护腹 露出无畏承杂的表情 尽管变成这样 未来对小倩 依然保留了最后的善良 因为她的悔过和不肯遗忘 未来彻底原谅了她 虽然她再也无法和小倩沟通 但这个小熊护腹 代表着她对救有最后的话 希望你永远幸福平安 黑少女和白老夫的故事 这次结束 怎么样 大家喜欢这两部作品的故事吗 下面我最爱盘一盘 这两部作品的优缺点 黑少女和白老夫 清水虫只是挂命 两部电影分别由 暗里玛里和三战龙太指导 而他们也效仿清水虫 在电影里面塞入了 满满的私货 不过清水虫 本身塞的学校怪弹机的短片 本身就是救援雏形 而三战龙太 将怪弹心而大的穿衣镜 一片中的穿衣镜和白老夫 强塞入了这个故事中 就显得非常突兀为何 三战龙太指导的白老夫 整体质量优于黑少女 无论故事内核 惊悚场面还是桥段设计 都比另一位导演好得多 然而这两个片段 最吓人的部分 还是经常跳下出现的白老夫 由于09年高清摄影普及 和初代录像一样 同样以一小时规格 拍摄的这两部电影 却在质量上 丧失了最初的 粗力 神秘 未知 和不可名状的模糊恐怖感 这件系列招牌的 涂满脸的鬼魂形象 在镜头下只会显得 严重的浮粉 卡粉 而白老夫成了两部电影 最大的惊吓点 但其抱着篮球的形象 却非常违和 尤其是中文区观众 在互联网民影影响下 更是容易出戏 在穿衣镜的原版故事中 故事发生在篮球馆 篮球也是两位男主角的 携带道具 因此白老夫抱着篮球的画面 有其上下文的合理性 而白老夫中 虽然抱着篮球 与一定的比喻异议 但整体还是直入得太过声音 扎上作为标题人物的白老夫 在人物关系网中 存在感非常薄弱 让人在回味时 只会觉得莫名其妙 相比于这些灵异恐怖场面 包括黑少女出零时 夫妻会肚子上 那个阴间至极的人头 这让我印象深刻的 还是基布加英语压抑的氛围 即便电影打光相对亮堂 但基布一家相互间的借题和冷漠 依然加强了这个篇章的绝望感 许多人好奇 基布未来为什么不向外界求助 或者说更根本的问题是 给一剧没出场多久 就要死的角色 设定那么多生存背景的意义何在 首先我们要了解 基布加镜头最少 最为隐形 但却是绝对核心的家族剑太郎 剑太郎之所以会选择 低价购入这栋凶宅 一是在黑少女 曾经领乃搭乘出租车时 铺垫过的背景 M1体积2001年日本经济不景气 所以剑太郎2002年购入宅地时 是受到前一年分层减少的影响的 二是剑太郎需要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 供养全家人 四十同堂的六口之家里 他一个人负责照顾其余五人 始终两位还是完全应该 独立行走的成年人 凭此剑太郎就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而作为一个男权思想极重的父亲 他对自己的好大儿非常器重和偏爱 看房当天就把最好的房间 分配给了基布图 儿子考试落榜后 他不责怪他不努力不赚钱 反而认为他是天资愚笨 还四则给后妈美凡 而未来的母亲纯子 在16岁未成年时 偏未婚先孕 离家出走 明明可以打胎却硬要生下女儿 但整个故事里 又没有一丝作为母亲的担当 成天看着娱乐杂志和电视节目 过着潇洒快活的日子 是典型的宽松世代 虽然看上去非常自由 但本质上 蠢子是受制于父亲剑太郎的 未来收到基布图的性侵后 无论外部还是内部环境 都不允许他说出自己的遭遇 曾祖母春 无法真正地帮到他 只能一次次给他做档剑牌 母亲蠢子本身就是个长不大的巨婴 同时他和母亲受制于外公剑太郎 如果说出赌性侵的事实 只会被偏心的外公 以你本身和赌关系好为由堂塞过去 甚至有可能会将母亲蠢子搬出来说事 指责他和蠢子一样是不检点的女人 勾引老实人 至于既外婆美凡自然是没得指望了 美凡在这个家的地位 更像是免费保姆 片中他最主要的场景是厨房以及饭厅 足以点名他的地位 并且他和蠢子的关系也不好 自然不会帮助他的女儿 而当未来把自己的遭遇 讲给小倩时 小倩却因为误解一切都是鬼魂作祟 没有把这件事交付给外部力量 实际上 日本是有儿童保护机构 等社会组织可以介入的 但片中学校和福利机构都完全虚伪 而小倩没有说出这件事 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来小倩可能和蔚来一样明白 说出来会导致蠢子和蔚来 在家中更加边缘化 甚至被逐出击不加无家可归 二来小倩可能认为这是灵异事件 交给儿童保护机构也无法解决问题 三来 则是说出这种事情 可能在学校遭到霸凌 而纵观所有人物 真正起到保护作用的只有老年实质的曾祖母春 他对家中所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 反倒是一群所谓智力正常的人 野芒兴瞎 可以说是基布家最让人感到后怕的地方 除此之外 蔚来可以依赖的 既然是一只随处可见的小纯挂剑 尽管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灵力 但蔚来还是一次次依靠这个玩偶 不去让人感到悲哀 不过 基布蔚来在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小倩 小倩也没有记恨蔚来带走父亲 同时由于前线游戏 小倩原本是会被白老夫带走的 蔚来赠予的护福 等于是给了他逃出生天的保命符 这是两位女性之间的终极和解 他超越了连绵不断的恨意 这位系列本身 讲述的是龙头划不开的仇恋 但在这个系列故事中 始终存在一些特例 首先是剧场版中的吉德老爷爷 因为对俊雄非常友善 而并未遭到独守 其次是黑少女中的疯男人 在长的眼中是恐怖鬼红的俊雄 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可爱稚气的孩子 也因此他一直没有遭遇不幸 而白老夫给出了我们唯一的答案 能够战胜怨恨的只有爱 这是一个看似非常老套 却依然执起本质的答案 在学校里不被人注意的左伯家一子 还未出生就被世人抛弃的黑服机会 还有生活在不幸原生家庭的未来 素使他们的诅咒产生的 并非是单纯的恶意的连锁 还有对爱的渴望 曾经有人说过 如果小林俊介在看到家一子时 对于他凄惨的样子 释出的是怜悯和关心 或许内恨一遍会消遣许多 不过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如圣母玛利亚般 择批四方 要阻止悲剧的发生 还需要找到更本质的根源 吉布赌对未来的侵害 看似是黑少女的怨念印象导致的 但实质上 还是他本人就有这种念头根源 在吉布家 赌看似是受负经济中的豪大尔 但实际上 29岁的他已胜龙终了 过着被掌控的生活 吉布一家除去失智脱缩的曾祖母外 仍然都要养账贱太郎的鼻息 而最年幼的11岁的未来 一开始和赌关系非常好 一是因为搬入性价钱 10岁以前 未来都和舅舅关系很远 而随母亲回到吉布家后 此前居住的环境太过密切 不利于施展猥胁行为 而新的房子每个成员 几乎都有独立单亲居住 加上隔音良好 为赌提供了犯罪的可能性长河 而赌眼中的未来 相较于父亲和法考 是唯一可以轻易掌控的万物 赌虽然确实体内感染了怨念 但那只是诱发邪恶的导火索 而非根本的原因 白老夫大屠杀的场景 如疾风铸一般让人窒息 虽然也有人吐槽 为什么浴缸里的唇子 不开水龙头反抗 以及未来这么长的时间里 不肯逃出大乌求生 但忽略这些 其实也说得通的茅草之处 白老夫塑造出了 不同于清水床的独特的恐怖惊悚蝶眼 他以对剑太狼的师父开始 依循家中地位从高到低的顺序 依次杀害家庭成员 到最终对未来的侍女 同时象征着杀戮和性意味上的霸淫 相较之下 影片中虽然也有一些不错的桥段设计 但相较于前四部咒院 依然是有点东施笑评的意味 黑少女和白老夫 沿袭了大量咒院前作的要素 在试听要素方面 而白木倩附近所驾驶的出租车 这牌照正是东京烈马区的 也是左部家庶宅的所在地 而在剧情桥段上 两部作品大量解剩 比如两部都有运用 九井法子版的时空循环要素 其中玉子和彻底的篇章 更是像素级的复刻劳梗 另外就是影片的演员的演技问题 相比于最早两部录像待白 也些后来剧场版扎实的演技 在本片中 我们能看到白木一死亡时肤浅的惊悚表情 另外影片引入了大量非专业演员 出生的艺人 也降低了表演质量 譬如半眼忌合者的高叔玛丽亚 虽然下海不久后就上岸了 在拍摄本片时 已经演了六年的影视作品 但全片依然只会摆出同一副表情 缺乏情绪上的收放 半眼玉子的家户压医 是原早安少女的四系生 导演给他设置的角色 也是不需要太多演技的 好在他五官与这个角色 所要表现的状态较为契合 才没有太灾难 与这些后勤生形成鲜明对比的 不仅有两位小演员的精彩演出 还有扮演《鸡不堵》的示意 收放自如的演出 经常看日剧的人 可能会对日本演员大根演技 感到非常酷手 而示意的表演却有很强的空气感 他竟然像本片这样 展现出毫无演戏痕迹的 真实感和呼吸感 又能向佑哲传模成了一本正经的搞笑 《鸡不堵》善变前后 720度转变 被他展现得淋漓尽致 白老婆和黑少女口碑上的失败 再次证明 东鹰是真的和周园系列不对的